嗯 打開了嗎 好 今天我們來開箱我身後馬自達 在美國生產的第一台休旅車 嗨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在我身後呢 是一台2024年馬自達的CX-50 它是一台馬自達在美國生產的第一台休旅車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是因為前幾年其實馬自達跟Toyota在美國 一個叫Huntsville Alabama的地方 有合作蓋了一個工廠 那那個工廠呢 現在在馬自達的部分呢 就是生產這一台全新的CX-50 那CX-50的大小呢 給大家一個概念是 它基本上是有點算是 越野版的CX-5 CX-5跟CX-50的大小其實差不了太多 CX-50呢在車內裡頭有一些地方比較大 整體上來說兩台車的大小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 CX-50的外觀的話 明顯你就可以看到 它真的就是 針對美國人設計的一台 小型的休旅車 它跟CX-5比起來的話 其實它就是多了很多 比方越野的元素 那今天我們就來開箱這一台 CX-50 先給大家一些很簡單的 CX-50的數據 在美國這裡 CX-50呢是 大概三萬塊錢起跳 最高級到四萬三千塊錢 美金的一台車 那我身後這一台呢 是那個他們的 專屬的 Meridian Edition 就是真的是針對 越野和戶外運動所設計的一款車子 明顯你看到它的輪胎 輪框 以及整體的設計 是跟正常版的CX-50 是有不太一樣的一些地方 那CX-50呢 在美國總共有分為兩個引擎的版本 分別是 2.5L的i4 它的引擎是 Non-Turbo版本 那另外一個就是 Turbo版本 Non-Turbo版本的馬力 是187匹馬力 那Turbo版本的key 高達256匹馬力 其實說真的 就是看你想要哪一種版本的引擎 簡單來說 你如果平時是 如果在市區開開的話 其實呢 正常的引擎是綽綽有餘的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多一點速度感 想要有一個渦輪增壓引擎的話 那2.5L的Turbo 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以這個小車來說 187匹馬力 其實綽綽有餘 你如果現在突然多到256匹的話 其實它的速度感 以及加速感 其實都 以休旅車來講 都還算不錯 那其他部分呢 CX-50全系列都是 All-Wheel-Drive 那再加上它裡頭的變速箱 是馬自達非常有名的 六速變速箱 那再來這一台呢 是再加了新的LED燈 基本款呢 它的裡頭的喇叭 是八個喇叭起跳 但是你可以選項到 BOSE的12顆喇叭的那個 喇叭系統 鬆控螢幕呢 是10.25吋 而且並且是觸控螢幕喔 那再包括呢 無線的Apple CarPlay 還有Android Auto 都包括在裡頭 那基本其他的安全功能 包括什麼車道維持啦 定速啊 然後呢緊急煞車等等之類 基本上什麼都有 在這裡很多人可能就會問我說 胡老闆 你那麼喜歡電動車的人 怎麼突然一下又多了一台汽油車 之前的影片 我有在跟大家分享為什麼 很簡單來說 我今天不需要第二台電動車 我之前是有兩台電動車沒錯 但是呢 第二台電動車 給我的感覺是 我其實真的需要的是 另外一台是 可以比較就是 出去戶外啊 我不會太 擔心的一台車 呃 我的第一部車呢 大概因為是個 Model 3的關係 我常常如果要出去 露營啊 旅遊或什麼的 我總感覺把它開到沙石地啊 或者是去拔山涉水 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呢我還是覺得說 買一台汽油車 一方面呢平時呢 如果需要出去買大型的東西的話 塞塞東西的話它是可以塞 另外呢就是 如果真的是出去戶外 比方說 要 拔山涉水的話 不管是石頭也好 砂石也好啊 或怎麼樣的 我也不會太難過啦 再來就是 尤其是你如果真的要出去戶外 深山 真的是沒有充電的時候呢 電動車其實還是有這個缺點在 所以油車呢 在那種情況下 還是相對來說保守一點 那多數在美國的家庭呢 其實呢 應該都是兩台車 所以呢 以現階段我的建議是 你如果家裡是可以 安裝充電樁 可以買電動車的話 那你第二台呢 可能 比較 會偏向於一個汽油車 還是會比較好 綜合來講 現階段來說 電動車在某些方面呢 還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外觀來說呢 Mazda的CX-50呢 其實就是升級版 我個人認為啦 它其實就是個升級版的CX-5 那現階段 因為CX-5還沒有改款的關係呢 所以CX-50相對來說 就感覺比較特別一點 那明顯你可以看到它的設計呢 不管是前面的設計也好啊 旁邊的設計也好 真的都是比較偏向於戶外運動的風格 那你甚至到Mazda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頭 也可以看到 他們幾乎主打的都是以 一個休閒旅遊外出 所使用的一台小型休旅車 我們再來打開引擎蓋給大家看看 我好久沒蓋引擎蓋了 可以 很簡單 馬自達的設計 基本上呢 就是非常的乾淨俐落 這一顆引擎呢 是Sky-Active G-Turbo 2.5L 渦輪增壓引擎 那在CX-50裡頭 你可以選擇 有渦輪增壓跟沒渦輪增壓 兩個引擎讓你去選擇 然後 我換地方 為什麼換地方 是因為剛剛在那裡的停車場呢 他們那邊臨時要做一些 有一個活動呢 他們要拍攝一些影片呢 所以呢 我就只好換地方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換到另外一個比較安靜的公園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車內 車內呢 其實就是非常馬自達的設計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看過馬自達 我看過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方向盤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 那CX-50呢 在馬自達裡頭 算是第七代的車子的設計 所以裡面的中控啊 還有設計等等之類 都比較偏向於CX-30的設計 而不是現階段的CX-5 那在CX-90上都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元素 那中間這裡呢 是一個10.25吋的觸控式的中控螢幕 大家可以看到 對 那你如果是有那個手機的話呢 它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 還有Android Auto 而且是無線的版本 那中邊呢 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兩個置杯架 然後 整體的設計呢 就是非常非常馬自達 那 中間手把的部分打開呢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邊呢 你有一個 手機的無線充電板在這裡喔 那 中間的這個手把打開 裡頭還有兩個USB 都充電 然後還有一個住物空間 這裡呢 我覺得蠻貼心的 它還有留一個小凹槽呢 是專門給你的充電線走的 這樣子的話現在就直接出來 蠻方便的喔 在頭頂上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 仔細去看一下 是它也有一個 算是他們講說 Panoramic Roof喔 那我們直接把這個天窗 打開 其實 蠻漂亮的 可惜中間多了一根槓子 它採用的是兩片玻璃 前後的設計喔 那你如果真的要把窗戶打開的話 它是這邊 上頭這裡 再打開 它會是一個 前 前塊窗戶是可以打開的 但是也是打開到一半而已喔 那後面呢 就沒有辦法打開 我在覺得這一點呢 有一點可惜啦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後座的空間表現喔 大家明顯像已經可以看到 車門這一塊呢 其實它是可以開到90度的 通常可能很多車子 開到大概這樣子呢 所以多一個90度的角呢 其實進出是更加容易的 這一點是蠻好的 那我們坐進來的時候呢 前面已經調到我的開車座位的設定喔 那我呢本身是180公分高 大家可以明顯看到 後面的後座表現呢 其實是蠻好的 大概還有一個半拳頭多的空間 那再下來 在腳的部分呢 以SUV來講 後座它算是偏高的 所以呢 底跟腳的這個 坐墊的這個距離喔 其實是蠻夠的 以我的身高來講 我坐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腳放下去是蠻舒服的 而不是好像是說 底盤很高的車子 你會坐的變成這個樣子喔 那再下來下頭大腿呢 那個支撐呢其實也不錯 其實都比一般車要好一點喔 椅子坐起來呢 其實也是蠻舒服 頭上的空間呢 大概還剩剛剛好一個拳頭 只是有點可惜 它的這個屋頂的天窗 只是到這裡喔 它如果可以到後面一點 我覺得會更好一點 可能頭上的壓力會 相對來說會小一點喔 但是現階段在上頭呢 這裡大概是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其實也是蠻足夠的 那後面中間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兩個通空口 以及還有兩個USB USB-A的充電口 這個有點可惜 它如果換成USB-C的話會更好 但是USB-A的話 絕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有充電線 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後面呢 中間的把手部分呢 也有兩個置杯架 在這個中間把手倒下來 就可以使用了 再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後車廂空間喔 後車廂打開 欸 電動尾門喔 現在基本上電動尾門 絕大部分車應該都是標配了啦 後車廂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算是小型的SUV 它的後車廂空間 不能算是說特別大 但是也不小啦 基本上呢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比喻是 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是可以 勉強的躺進來了 這個的空間 其實大家可以放 一個大的行李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的行李喔 那下面的部分呢 這台車目前還是有跟備胎 後面呢 椅子要放倒的時候 旁邊有兩個拉板 這邊拉一下 它其實是彈簧式的 回去另外一邊也是喔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如果要車速的話 應該也是沒問題喔 啊!中了頭 基本上 你如果要在車上睡覺 應該是夠啦 我180公分 剛剛好可以躺平 腳呢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問題喔 就是 你可能不一定想在這車上 車速啦 但是你要的話也是可以 自動尾門關起來 隔音表現呢 通常都是馬斯達還不錯的 也算是一個 它比較強的一個項目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是在戶外 車子沒有開動的時候 在一個公園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附近喔 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現在在戶外呢 可能那邊還有一些小朋友 在玩耍啊 戶外的聲音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走到車內 並且把門關起來 安靜很多 好 我們現在上路了 再下來呢 我給大家感受一下 在這個車上的一個感覺喔 首先呢 因為它是個休旅車的關係 所以呢 你坐的相對來說比較高 我覺得 如果有開過休旅車的朋友們 這個不意外啦 那 多數人可能也比較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為什麼 比方說 其他品牌的休旅車啊 還有Model Y啊之類 會賣的那麼好喔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在車內的行駛的時候呢 噪音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喔 我個人覺得 馬自達在 隔音的方面呢 其實做的還是比其他品牌的車 相對來說比較好 給我有一個比較 有一點高級感的 這個安靜的感覺喔 好 那在開這台車的時候呢 這台車是 2.5L i4 Turbo引擎 那它的最高輸出馬力是 256匹馬力呢 我在開它的時候呢 我不會覺得馬力不足 那當然喔 因為我正常通常都是開電動車的關係呢 電動車的那個 即時加速感還是比油車來的強 但是 在這台車上頭 我不會感覺到說 我踩下油門的時候 它的馬力上不來 這一點我覺得 是蠻重要的啦 那再來另外一點呢 我也不會感覺到說 好像這台車子的馬力不夠 然後呢 我需要加速呢 我需要超車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呢 都沒有什麼問題 像比方說 現在我加速的時候 欸 我踩了 不會感覺到說 好像 馬力上不來 那在另一方面呢 開起來這台車 也算是蠻穩定的 休旅車來講呢 通常你在路上開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感覺 因為它車子比較高 它的避震呢 會是跟轎車來講說 偏軟一點的情況下 你可能 地上的凹凹坑 一些很多震動呢 你相對來說會比較明顯 開車的路面明顯 我覺得對休旅車來說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吧 因為你要 就是要 車子要高 然後你要 在那個 比方說你去 沙石地上跑的時候 你要穩啊 或者不會太顛坡的話 你平時開車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 缺點吧 就是可能地上的這個凹凸凸的 你會比較明顯一點 跟轎車比起來的話 但相對來說 你如果地上凹凸凸很不平 路面很不好的時候呢 休旅車呢 還反而可能會讓你感覺比較舒服 因為不會 過度的好像 顛坡整 抖動喔 在轎車上頭呢 因為你的避震器 應該就那麼大嘛 所以它那個距離一定有限 所以你真的碰到一個非常大的 凹凹凸凸坑 你如果速度太快過去的話 你可能坐起來呢 反而會很不舒服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說 突然一下呢 車子安靜了 那這一台呢 它有一個所謂叫做 i-stop的功能 就是你車子停的時候呢 它引擎會進入 休息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的話 可以幫助省油啦 好我們再來一個 再來這一段呢 是可以比較高速一點行駛 我現在平均時速大概有 50英里左右喔 我也沒有再超車喔 大家都開這個速度喔 不要罵我 哈哈哈哈 踩油門下去的時候 我也不會感覺到說 好像加速上不來 那當然跟電車比還是有所差異啦 但是在汽油車方面 尤其是一台小型休旅車來講 尤其是一台小型休旅車來講 我覺得256匹馬力是非常足夠的 然後有些時候踩油門的時候 隱隱約約你就一聽到那個 波輪增壓放氣聲音 那過彎呢 也很穩定 當然你不要開太快就好 那你說這一台車適合誰呢 CX50的定位呢 至少我個人的認知是 它就是一台小型休旅車 比較適合 就是你偶爾需要出去玩啊 不管是上山路也好啊 或者是買比較大型的東西的 你需要多一點空間 喜歡坐比較高一點開車的朋友們 我覺得小型休旅車 包括CX50在內呢 是蠻符合你的需求喔 那馬自達這一台CX50呢 在美國生產的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公 不管是車縫線也好啦 或者是拼裝的品質 其實都還是有馬自達的水準在喔 你不會覺得說這一台車看起來好像就是 美國拼裝的車子 沒有那種美式幽默的存在感喔 它還是一個 有日本車廠在把關的生產出來一台 品質很好的一台車喔 那今天就很簡單的跟大家在這裡介紹一下 馬自達這一台在美國生產的 CX50小型的休旅車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覺呢 你是覺得這台車符合你的需求呢 還是覺得汽油車就並不是你想要買的東西 其實我個人現階段的認知是 你如果純粹只是要一台車 你不需要中間的什麼科技感啊 不需要什麼一些很多的一些功能的話 你純粹只是要一台從A點開到B點的車子的話 以現階段來講 汽油車還是有它的競爭力在 當然這就取決於說你要花多少錢 那馬自達CX50呢 在美國呢 以現階段來講 也算是賣了一台 蠻好的一台休旅車喔 那你如果是喜歡中小型休旅車的朋友們呢 CX50或許是一台不錯的選擇 那相對來說 你如果是想要更有一些戶外的設計感呢 還有一些就是運動風格的話 CX50可能跟CX5對比來講 它的這個設計呢 也會是比較突出的一點喔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很簡單的分享這台馬自達的CX50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並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今天拍片真辛苦到處跑 然後呢 NG一大堆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嘴巴吃螺絲 休旅車好開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我的Model 3 開轎車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這台車 開起來一種 讓我感覺好像是 要做爸爸 或已經做爸爸 或是那種準爸爸的一種感覺